嗨 歡迎收看周末大爆掛 你好 上昭主播李沛軒 星期六下午的兩點鐘 歡迎您準時加入我們周末大爆掛的行列 我們小豪的午報已經結束了 所以歡迎大家幫我們換個房間 來收看我們的周末大爆掛 您可以到我們的子頻收看 從哪裡找呢 您可以上YT搜尋大新聞大爆掛 幫我們愛用訂閱鍵 看到速圖先點個讚 打開聊天室加入Gramper 我們討論節目內容的行列 也感謝我們的網友何仙仙的斗內 他說周末政論最佳選擇精彩點評LONDIE加 好熱好熱多喝水 對 要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跟提醒我們的來賓們 最近真的是完全的夏天的天氣了 所以記得要幫我們多多補充水分 感謝Cynthia的斗內跟我們同聲加油 非常感謝 也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 我們持續來到子頻 一起來收看 一起來討論我們的節目內容 不過呢 在節目開始之前 還是要在工商服務一下 我們的這個支持中天重返 五二的新的貼圖 跳出來的斗內方法 再跟大家一起走一次我們的流程 你可以上中天新聞網的APP 這首頁的右下角 當您看到我們熟悉的中天寶寶 上面寫一個斗內的時候 您就可以點進去 那請記得大家常會問 到底要怎麼斗內 才可以旁邊跳出來 重點就是要你要先下載 我們的中天新聞網的這個APP 那進去之後呢 您就會看到有各種不同的 中天寶寶的貼圖的選擇 他們分別代表不同的Slogan 包含了台灣人要過好日子也好 或者是一起加油拼國泰民安 團結的感覺真好等等的 選擇您要贊助的斗內項目 金額都是一樣的 只是貼圖的風格長得不一樣 您的願望也是不一樣的句子 那請記得幫我們留下您的暱稱 那另外留言給中天 你打或不打都可以 不過你打的話 就會在我們的下面的跑碼出現 那請記得在結帳先不要太急 您可以看一下您有沒有剩餘的旺幣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使用旺幣來免費兌換 那之後完成斗內 付款流程就會像這樣子 新生還有暱稱 都會在鏡頭上面秀出來 那我剛也跟大家說了 留言也會在下方的跑碼燈出現 大家可以跟你一起看看 有沒有什麼您的願望 彼此都是共享的 那歡迎大家幫我們愛用 我們的支持中天重返52的貼圖斗內的方法 那我們先歡迎我們今天第一小時 非常優質的節目來賓 我們的波及楊明哥 大家午安 顏政生 顏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韓兵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今天其實分為幾個項目 還是大方向的跟大家來聊一聊 就是我們會先講講 最近已經是政治娛樂化 或是娛樂政治化 我已經搞不清楚 哪一個是哪一個了 不過沈柏陽確實在這一週 相對比較平淡 然後呢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的府院黨都在提示 現在這種垃圾時間裡面 沈柏陽佔佔盡了擺面 甚至成為了劇本大師 我們等一下會講一個又一個 他聲稱的故事 讓大家一起來聽聽啊 所以今天呢沒有辦法請到 于北陳將軍算是非常的可惜 因為我想他講故事應該更好聽 不過沈柏陽的劇本寫好了 我們等一下也來聊一聊 除此之外呢我們知道其實這個陸委會 他調升了大陸港澳的旅遊警示 為陳登 那但是是否在玩兩面手法 因為我們知道今天晚上的金曲獎 其實我們台灣這邊也合可了 蠻多位的大陸藝人能夠來參與 那到底在玩哪一招 還是說賴清德又在玩黑白臉呢 甚至呢有沒有可能把我們推向更危險的邊緣 除此之外當然在國會改革法的釋憲 目前的最新進度 再加上還有這罷免的一些反制措施 我們今天都將談好談滿 先回到沈柏陽吧 我們來講講他的這個內容啊 他的最新說法是跟大家提到說 他要申請隨乎 因為他自曝呢 他在國際上是非常活躍的 所以在青鳥 今天說青鳥行動啦 青鳥行動的期間呢 原本呢他計畫是要到國外來開會 而且已經向立法院還有黨團請假 可是呢因為傅昆奇堅持要延長議事的時間 從5月17又拖到了5月28 他說他每一次都只好在出發的前一天取消行程 留在議場繼續參與表決 可是為什麼他要說出一句話 叫做傅昆奇救了他一命呢 他說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居然他本來要去的這個會議他沒有去 可是有人自稱沈柏陽不只報道上了飛機 甚至還去到旅館 所以他讓他覺得毛骨悚然 因此他要申請隨乎了哦 那整個故事聽到最後我比較好奇想問他陽明哥 就是都沒有人關心那個聲稱是沈柏陽的人 上機然後甚至入住之後為什麼不見了嗎 如果他真的是台灣人的話 那我們不要人道救援嗎 拍攝者都不救嗎 還是爆料者都不救到底怎麼一回事啊整起事件 你為什麼要跟他認真 為什麼你要跟沈柏陽認真 他不是這些沒屏沒去的東西 然後你要跟他認真 我覺得很簡單啊 沈柏陽至少該出去你 訂飛機票你可以你說你去的地方 你要保密你訂的飛機票 你把那個秀出來嗎 幾月幾日對不對幾點鐘 你本來就有一個飛機票要去哪裡 然後他說這個事情 他說幾乎沒有人知道 怎麼可能 這個我來幫他順一下邏輯哦 他說 因為傅昆琦他們強推國會這個擴權方案 所以導致他要留在立法院表決 所以不能去 這代表什麼 他要去的時間碰到了院會 那碰到院會要幹嘛 要跟黨團請假 他們立委 不分區立委 你沒有請 就是就是 假動你沒有不去的權利 你知道嗎 區域立委還才可以請假 不分區域原則上 跟區域立委才有理由 對就是說原則上是不能請假的 那 好假設你今天是代表國家有一個重要的會議 所以你一定要去跟黨團表示說 我這一天我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你一定要有相關的市政啊 然後呢 而且你不會沒有人知道 黨團一定知道 那出賣你的會不會是黨團 對 是不是你們黨團被中共 第五種的滲透了 把你的資訊傳出去 還是要幾號到幾號 對所以我覺得什麼 你要不要回憶一下 如果你有這個行程 你這個行程告訴了誰 到底是誰幫你 把這個行程洩漏出去 你要不要自己先思考一下 他應該要很親的人哦 因為他不只知道行程 連飯店都知道 他都說沒什麼人知道啊 對不對 然後再來第二 他說這個國家不太安全 又沒有什麼人知道這個國家 哇 現在全世界有什麼國家是不太安全 又沒有什麼人知道的 這個實在是匪夷所思啊 那 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他先要證明 不是說他今天 隨便講一個故事我們就要聽哦 他要先證明他真的有要出國的行程 而且機票都買了 他才臨時取消嘛 那你至少先要把這個東西證明出來 我們才好去講後段嘛 那後段你說哦 有人哦 什麼接到一個電話說 哎你沒來怎麼會有人來冒用你的名義什麼的 好第一個 你說他跟你搭上同一班飛機 哎 哪一個航空公司可以讓假冒的人 假冒是你身份的人登上去 你應該要 你應該要去調查一下啊 對不對 立委需要調查權就在這個時候啊 如果是華航 你要把華航的 這個 公司的人叫到立法院啊 如果是長榮 要叫來啊 你們的安檢有很大的問題啊 對不對 還是說 那個你碰到了什麼 碰到那個國際007集團 就是特務 所以呢他們不但偽造了護照 什麼他國產007吧他 不但偽造了護照 而且呢他們還有那個人皮 可以直接那個 面具有沒有 戴上就變成沈柏洋 你覺得impossible回來 對 那像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像中國大陸連周杰倫 都有那麼多長得像的 長得像沈柏洋應該不難 對不對 對 所以只要頭髮燙起來 然後呢 弄一個這個沈柏洋的面具 就可以 就可以這個 假冒他的身份 所以這個 這個聽起來都像是那種 好萊塢的 這個電影的情節啦 那不管怎麼樣好 我們就就算假設他有 假設他真的都有這些事情 好 那這個人他 就是假冒你的人 難道你都沒有要追究 沈柏洋就把他拿來當一個故事 講完就沒了 對 講完就沒了 對啊 好 那第一個就是你 我們的國安單位是不是應該要 專門這個針對你 主動動情 對 就是要去確認一下嘛 而且你講的好像 搭同一班飛機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是在台灣登機的 不是嗎 對啊 對不對 還是說 還是說你是從台灣 到哪個地方轉機再轉過去 然後他在轉機的地方 去搭的 所以我說 你這個故事 太多的 因為你沒有講細節 我們也沒有無從去判斷 你這個故事到底真的還假的嘛 那你今天就算是 就是糊爛的我們也 我們也 就跟著你這個故事去走 那不是很好笑嗎 那我比較在意的是他最後的結論 他導出來的結論是說 我 我 決定要申請隨乎 他 就是 他這個講完這個故事的結論是說他要找 這個所謂的警察 24小時來保護他 目前立法院確實有蠻多立委都有申請相關的這個隨乎 我們的警政署是有一個叫 特定人士的這個維安警力的這個申請的辦法 那像 立委 確實是都可以申請 只要你覺得你的那個人身安全有疑慮的話 像前段時間因為徐曉欣他家有人這個去跟進嘛 所以徐曉欣也有也有申請這個都可以的這個語法就有據 但關鍵來說他是他是說他在海外被威脅 他的人身安全在海外 所以到時候他的隨乎是要跟著他出國的 在國內在國內沒有安全儀 但是他是出國的時候 那你要不要出國再申請就好了 可以嗎 理論上這都可以啊 可以到就是我可以只申請出國的時候 理論上是可以的 理論上都可以的 所以 我是覺得那你現在平日你不要增加我們警察的精力的負擔嘛 在台灣沒有人會對你怎麼樣啦 而且他是台灣的民族英雄 他後來講了一大堆的鬼故事嘛 什麼在什麼什麼美國的網路 什麼寫這個服貌懶人包的時候網路會斷網啊 然後什麼什麼飯店什麼check in之後 什麼還會什麼行李被動過啊 插頭被拔掉 上面還有一個warning啊等等的 就是各種鬼故事都是在海外嘛 那你可不可以講幾個台灣的鬼故事 你證明你在台灣是有這個所謂的被威脅 被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好說 我覺得警政署應該要 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他是比如說要出國 去申請隨扶去隨行保護他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今天在台灣的話 你目前沒有證據證明有人要對你不利啊 目前看不出來啊 所以我是覺得啦這個沈柏洋 當然他用那個傅崑奇救我一命 這個來當那個梗 對 當標題 可是這又一個矛盾了 如果今天傅崑奇按照你所說 你跟黃國昌是跟配合中國有一個叫做毀台計畫 然後要修理沈柏洋 那就不會強推這個法案 就把你 就讓你去參加那個秘密會議啊 你參加了你就會被幹掉啊 那這樣不是最符合這個 你所說的毀台集團的利益嗎 那為什麼傅崑奇還要救你 為什麼傅崑奇還要讓你留在台灣表決 這裏面有太多奇奇怪怪的 這個我實在無法理解的邏輯矛盾 但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撲馬老師就是我們人類的燈塔 我們台灣民族的這個標杆 標杆哦 所以我們就祝福我們撲馬老師 這個萬事如意 這個一路順風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們的斗內 這是薛如珍的斗內 他說兵哥的這個論述支持加油 感謝前鋒的斗內 他說這個 非常感謝你給我的稱讚 非常感謝我們觀眾朋友們 那對啦這個委員王鴻威呢 他已經要求國安單位要這個趕快查出來 到底是誰有冒名入境 或冒名出境的狀況 可是韓斌哥請教一下 剛剛這個我們的陽明哥也稍微點到了 他講他318學運的時候 那時候他也還原過 我講的是沈柏陽 他說之前他回旅館 手機的充電器被人給拔掉了 很多東西感覺有被動過 行李箱也被翻過 那房間裡面還多了一個便當盒 所以他過去就一直有寫這種很疊爆的故事 就是劇本都寫的不要不要的 只是這一次在釋出這樣的氛圍 他是真的也覺得這個禮拜是垃圾時間 是嗎 不是 我是覺得他現在是不是看余北城 太好賺又要跟他搶飯碗 開始要講鬼故事大權 我不知道 我跟真的聽不懂 他在胡說八道一些什麼東西 318學運他講10年前的事 然後10年前他說他當時在立陶宛 我第一個很懷疑的是立陶宛有賣便當 我不知道 什麼重點 對啊我覺得好奇怪 立陶宛便當長什麼樣 我還挺好奇 然後在便當上寫個Warning 什麼意思 這 這個人警告你也蠻特別 還特別要去找到一個便當 然後在上面寫 他Warning哪裡都可以貼 為什麼一定要貼在便當上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是不是吃了什麼東西 你和乾燥包上面那個Warning 你把它 不能吃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是這個吧 你是不是想太多 然後網路線被拔掉 你再接回去就好啦 手機充電線 對啊 手機充電線再插回去就好啦 這個 這一個人到 我就不懂啦 就是 你當10年前的沈柏陽 重要在哪裡 這個也是我要講的 對 沒錯 對啊 我不懂啊 人家找你幹什麼 然後警告你 你要警告你什麼 你去立陶宛到底已經做了什麼事 10年前在立陶宛發生了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講這個東西幹嘛 然後10年前 所以你現在更重要了 所以大家都在迫害你 是這樣嗎 然後 他最近講這個更好笑 去一個 很少人知道但是深陷 那個非常危險的國家 好像有戰亂危險的國家 這什麼國家 這世界上有哪一個有戰亂危險的國家 然後沒有人知道 欸 對不起 我剛剛插播一下看到PTT上面最新的 就是沈柏陽的一些言論有被整理出來 他說 蠻多人會透過這種VPN 就是跳這個其他的這種頻款去看片 他說而且你喜歡的內容 都會被這個大陸給掌握 這很危險 他說之前就有研究 知道你看過哪一種謎片的形態之後 就可以先整理你喜歡的這種風格 就知道你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 知道你的立場之後就很好操弄了 那也有可能會被這個大陸給掌握資訊 做出相對的統戰行為 哇這超屌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從你看謎片可以知道你的政治意識形態 這實在太厲害了 欸 教授我覺得這個如果寫一篇論文應該是很厲害 可以從A片的選擇來分析你的政治意識形態 實在太強了吧 這個論文出來我一定想看 好精彩的論文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情 而且可能他沒在抄襲 因為只有他自己可以寫的出來 因為大陸你知道 大陸前一陣子有一個論文爆紅 你知道是什麼嗎 說男人的生殖器的大小 跟他的智商有關 智商越高的人生殖器越短 然後這個論文出來之後 做不到那邊一堆人在講說 你為什麼要去研究這個東西 很奇怪 到底研究這個幹嘛 所以我覺得 這什麼樣真的是太超越常識了 我實在是 我真的很欽佩他 他真的不知道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我就不明白了一點就是第一個 你在國外有人頂替你 去參加這個會議 第一個 你產生危險的理由是什麼 這個人只是去參加了一個會議 那你怎麼推論到你現在 你現在要有危險要生你隨乎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推論 然後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沈大師我們的沈院長 你不參加會議都不用告訴人家了 正常我跟 外國約了一個會議 或是不要說外國人 就是我在國內 我不能去我至少要通知人家醫生說 抱歉我因為有事單哥我沒辦法去 結果他的想法是他完全 理都不理這件事就當做帥了 不管他 然後所以有個人冒他名去頂替參加這個會議 然後對方也很屌 就是完全不知道沈伯良長什麼樣 你就一個人來我就讓他參加 就這樣嗎 是這樣還是你們那個會議是 因為太秘密了所以每個人都戴了個面具去參加 所以沒有人知道是誰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不知道而且到底有什麼奇怪 你到底有什麼了不得的東西 需要去在一個很沒有顯為人知的戰亂國家 然後要找你這位大師去到底要談什麼 有什麼好談啊 然後這樣我覺得比較像什麼你知道 我大概懷疑這麼秘密 秘密到根本沒有幾個人知道 你是不是去國外參加天體營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是這種東西吧 才會機密到沒有半個人知道 可是他這個國家還要危險 是啊危險 因為你如果去回教國家參加天體營 你會被人家揍死啊 可能會被人家丟石頭啊 所以非常危險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講什麼啦 而且講這東西到底要幹什麼 你能證明什麼 有一個人冒了你名去參加會議 然後咧 然後這個 假設這個會議機密程度到這種地步 那這些人都完全不去追究 為什麼會被人家入侵 因為這等於你們整個保密防線 全部被破功了 人家能夠完全掌握你的行蹤 知道你什麼時候要去參加會議 還能夠頂替你去參加會議 對 這實在太屌 你們整個情報系統完全被人家破壞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什麼樣你都不擔心這件事嗎 你身體隨物沒有用 因為你們整個 所有的東西已經被人家牢牢掌握住了 然後講 我現在有的時候聽到這些人在講鬼故事 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顛覆我的三觀 有的時候都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而且因為他們不是有那種 我們家開那個叫臨時會這個YouTube頻道嗎 然後我很常就會被推播 可是我每次看完都不知道他們真的想要表達什麼 他們感覺有一種那種賢柯牙的感覺 我完全不知道啊 所以難怪最近的網友開始在那邊 在力捧沈柏洋 就是他是台灣的瑰寶 台灣的什麼 那是吳思瑶風的 對啊 這實在是太神奇了 你知道最近喔 他們已經邪門到這些綠營名嘴 邪門到什麼地步 林玉慧說你們知道嗎 現在連起來都連上 就是去年不是有一波 我們這些人包括我在內部都被送了 被神秘人士送了 那個華為MAN60 Pro嗎 他說現在他們名嘴有一個 大陸對這些名嘴有一個微信群組 然後會透過這些微信群組呢 向我們下指令 要我們在節目上講什麼 然後呢更扯的人還引申喔 在別的節目引申喔 說我啊 說我會在節目上拿華為MAN60 Pro 把錄影的現場全部都透露下來 然後傳給北京 哇 不是欸拜託啊 我上週直播節目了 所以我錄他幹嘛 他直接看直播就好啦 我錄他幹什麼 我有病啊 賓哥等一下國安會不會來去 去你家抄門 賓哥你相信要拍的時候跟我說一聲 我真的就是喬好角度一點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還是你說我在偷拍妹宣 我不知道 所以真的 拜託你們這些人講話有點邏輯好不好 要每天在那邊胡扯 扯到真的是 但是你是覺得我們生活太悶 要講笑話給我們笑是不是 謝謝我心靈了 真的有的時候不太好笑 而且這樣也不用華為來訪啦 我們今天的直播連結貼給你就好了 希望可以再送我一台新的手機 完了抓到了 現在下面的網友一整片都在發現蛛絲馬跡 例如像我們的Chris就說 他越來越發現韓兵哥有一些捲舌音喔 然後我們的背面的留言說 原來兵哥你平常不是在打遊戲啊 都在錄影啊 還都錄給人家看啊 那也感謝我們這些觀眾朋友我們的斗內 炮牆的斗內說 隨乎也是要踩定語的背嗎 還是要踩我們的背也沒關係嗎 那另外首首的斗內 沈博揚不只人格分裂 還是一個幻想造謠大師 真的是台灣特有種啊 那感謝我們的這個五支煙的斗內 他就是要斗內韓兵哥都說出我最認同的台灣人 生活在台灣的切缺想法 感謝炮牆再度斗內 當然可以從看片滲透你啊 說不定高雄前立委就是這樣子被洗上摩天輪的 感謝特殊形式的斗內 他強烈懷疑呢 這個沈撲馬的劇本是參考李奧納多的這個電影 劇中呢 他前往了獅子山共和國來發展民主運動 街蛙這個血鑽石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帶一些斗內的分享 那對啦其實剛剛我還看到 在那一篇PET討論串裡面 也有人整理出網友的一些回應 他就說如果這個今天大陸可以透過 你看謎片的風格 就可以幫你分門別類的話 他們也蠻希望習大大可以幫他整理一下 他電腦的硬碟 幫他找出這個風格呢 也統一起來這樣子 那對另外呢 我比較相對這沈浩浩的一連串荒腔走板的發言 比較偏向國際的部分 就要來問一下我們顏政生顏教授了 他在今天早上還要再度稱他是全台第一人 他的全台第一人是來自於 他是第一個被美國的國會給叫去問的 那我們再仔細去爬書 發現他講的應該是在去年的時候 到美國的國會聽證會來作證說 這個中國的影響力指數 也要被問到說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這個數字啊 跟這個證據來源啊 然後找他去 所以他的真正重點是說 美國不管是美國國會 或我們台灣的國會 都早就可以做這件事情呢 為什麼還要去推著 國會改革的惡法呢 我想第一個就是如果說 他是去年被美國找去作證 那現在他今天發表了這些言論之後 我覺得美國一定很後悔 怎麼會找這樣的人來作證 他的這個講的話 到底有多少的可信度 我剛剛看了他講的這些言論之後 我就想說 司馬忠元今年年初過世了 這個什麼那麼多鬼故事還居然還在 那這個是很難叫人家相信啦 就是他講的這些東西編起來 就是剛剛已經講了 你別人冒你的名義去參加會議 這個第一個 我們學術的人參加會議很多 你如果不能參加 應該人家都知道你不能 所以就不可能有人 能夠能夠冒充你來參加 除非是你委託人家 帶你來讀論文 這個是有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樣子的情況 那我覺得最糟糕的問題還是說 我們把沈柏洋的黑熊學員 寄託在就認為說 這是台灣以後捍衛我們這個 這個民主價值 捍衛我們那個人民安全 最重要的一個 結果你沈柏洋為什麼還需要保鏢 沈柏洋應該是站在第一線 最不需要保鏢的人 因為你是最勇敢的嘛 你帶領的黑熊學院應該是 就是我們台灣捍衛我們台灣民主價值 結果你怎麼自己還需要有保鏢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的諷刺 就是沈柏洋我也不知道 我們前兩天才看到一個 這個七八十歲老先生在辯論的時候 非常的辛苦 就是記憶力可能也不是很好 講話也不是很清楚 沈柏洋那個時候他的對手說 要去查一下他的心智狀態 我覺得沈柏洋搞不好你才不到40歲 搞不好你也需要40歲左右吧 我想那你是不是也需要去查一下 你的心智狀態 怎麼能夠編得出這種故事 編故事不容易的 我有看過人家要編故事 要用一個大的板子 我要怎麼樣兜得起來 你這個這樣子隨便講講 到最後全部都兜不起來 你是大學教授 請你稍微編故事 也要像寫論文一樣 前後邏輯鋪陳什麼都要有一字 而不是說自己會到最後來 自己打臉自己講的話 所以我覺得沈柏洋 民進黨你們有沒有後悔 怎麼會找這樣的一個人 來當你們的不分區 還把他當作你們是 民進黨裡頭的一個寶一樣的 就真的是寶太寶了 我覺得真的 但是也製造了我們飯後很多 就茶餘飯後一些笑話 就是我覺得真的是 跟余北生有拼了 就是說常常講一些東西 讓大家去想一想 都覺得說不太可能 只要讀過中小學的 大概都知道很多 很多他講的東西 特別剛剛韓濱講了 說在立陶宛如果有人這樣去 你在太陽花閣那個運動的時候 你算老幾 就是說怎麼會有人這麼看重你 那我要回頭來講 那這個那個誰 林非凡要很吃醋了 因為林非凡在太陽花之後 還到英國去留學 那林非凡怎麼都沒有這種故事 怎麼你有 怎麼會這樣子 講到這個節目的事情 我就一定要請教一下陽明哥 因為我等一下會再繞回來講 就是為什麼這個普馬的直播 會讓大家覺得 有一種洗滌人生的感覺 可是想要先講的是 昨天劉寶傑爆氣 因為沈伯陽同時 他也故意去講說 劉寶傑幹嘛自己跳進來說 中共派人叮少 這是你的節目 你是不是急了 那昨天劉寶傑他非常生氣 他說他們已經做了說明跟澄清 那你還特別說幹嘛要對號入座 關你什麼事還說急了 說你此地無銀三百兩 那如果我不講的話 你卻又會說我默認 你真的是要我這個啞巴壓死子嗎 他也說你真的把我當成葉原汁 柿子挑軟的吃嗎 陽明哥 我要先跟導播講一下 那個標題的柏寫錯了 沈伯陽的柏寫錯了 是阿伯的柏 阿伯的柏 你這個會跟狠狠斗內幕的小編一樣 狠狠斗內幕小編 就把他的沈伯陽的柏寫錯了 但我不會因為這樣出來護航的 但我們都 我們這邊都要強調 我們不是沈伯陽的自己人 好 真的不是 其實這一次 因為東森那邊是直接公佈了 他們被自由時報記者 查證的相關的那個Line的對話紀錄 那個簡訊 全部都已經把它公開了 所以東森當然知道 他們在那個自由時報 在影射的是誰啊 因為那個連問的問題裡面 包括東森電視台跟國台辦 然後呢包括那個節目的名稱 全部在那個記者提問的問題裡面 全部都寫出來了 所以東森知道他們在 知道你們在玩什麼把戲啊 為什麼寶傑要這麼生氣 因為那個節目是 寶傑節目的假日版啊 對 他還跟那個年輕的主持人 拍過一支宣傳廣告啊 對 所以對於劉寶傑來講 你看你在影射我的節目 或是我的節目相關的節目 是有被中共監控的 那他孰可忍孰不可忍 當然要跳出來啊 否則如果我常常 那到時候你們沈柏洋說 你看被影射的節目 現在一個屁都不敢坑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劉寶傑最近這幾天 他們展現的態度 才是正確的態度啊 那所以我像這個 這個我只能說這個 沈柏洋他們或是說綠營 最近他們在攻擊很多的議題 至少先拿出證據來 我覺得拿出證據 有這麼困難嗎 就好比你要指控 這個什麼傅崑奇跟 這個黃國昌聯手 他們是要這個毀台 配合中共來毀台 然後呢這個范起斐 當時他上范起斐節目 人家問他說你有沒有證據 他說證據就是傅崑奇有去中國大陸 沒錯 就這樣耶 就這樣你就可以寫一篇 小說耶難怪我說 其實我認為 沈柏洋最該做的 不是國會議員 應該做的是小說家啦 他現在寫的所有的 這個情節場景 都可以變成一篇 很好的抗中小說 真的 描述一位這個 反抗中國這個 暴政的一個 台灣 這個補習班老師 靠自己的努力 這個不斷的變成大學教授 還變成這個 政府的官員 最後呢變成國會議員 這樣一個奮鬥的故事 反校二 這個有點冷了 怎麼會 因為反校是鬼故事 他這個也快要鬼故事啦 這個不太一樣 他是想要做神鬼 神鬼博洋 他想當神吧 神博洋變成神鬼博洋 看起來就是假新聞啦 就是假新聞 問題是 這樣的一個新聞 神博洋他最近說漏嘴了 就是大家在討論說 神博洋說他 他原本洋洋得意說 兩個月前我就知道了 那只是當時我沒有證據 可是呢 後來問他說 那你有這些市政 你有這些聽聞這些消息 你怎麼沒有去舉報去通報 後來他就說了 他說他有通報 好 那他通報了誰沒有講 但是他說他有通報 類似國安的單位 好 那請問這兩個月來 國安單位做了什麼 什麼都沒有做耶 NCC沒有做 陸委會沒有做 文化部沒有做 包括國安局都沒有做啊 所以像那個 那個保洁他就說 奇怪了 那你如果有通報 為什麼我們節目 這幾個月都沒有人來問 問過我們任何一件事情 都沒有啊 那這是什麼意思 還是其實那就是沈柏洋 從原始這個整個故事的 概括就是原著小說就是沈柏洋 那沈柏洋提供給國安系統 國安系統也不知道怎麼查 最後決定放給媒體 放給這個平面媒體 讓他們去修理這個電視台 結果最後發現原創者 居然就是沈柏洋 會不會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看起來就是一個 毫無任何證據啊 所以我只能 我是希望啦 未來至少你要玩認知作戰 你至少要拿一點點證據吧 像這個事件是完全沒有證據 完全沒有證據 居然可以這樣 你知道人家東森是連 那個 假日的電梯的監視器 畫面全部把它調出來 然後呢還去訪談所有的 這個 來參加過這個節目的來賓 誰認不認識呢 他們點名那個新華社記者 這個趙伯 結果只有一個來賓認識 那個是張有化 張有化說他以前就認識 跟這個節目沒有關係 所以 東森你看喔 他們隨隨便便去弄了一個 這樣的事件 東森電視台要花那麼多的力氣 去做相關的澄清 可是 趙搖的人不需要花任何功夫 去做任何的這個解釋或說明 然後自由時報 今天就已經沒有相關的報導了 船過水無痕 當作沒這回事 就過去了嗎 然後我覺得這樣是很惡劣啊 可是NCC 他們已經發函給所有的媒體 說請 這個 他們這個廣電工會 請 這個所有會員要說明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這很荒謬嘛 很荒謬嘛 那 那這樣的東西就是變成說 我們在台灣難道真的就要 今天 抗中抗到 這個完全沒有任何的 這個正當性的事情 都可以隨便亂講嘛 那以後我今天就隨便講啊 莎莎主播 因為 我最近越來越覺得 他又捲舌口音了 所以呢我覺得 莎莎主播是這個 中共同路人 我們可以這樣嗎 丁少 對啊同樣的 包括民進黨最近有一些這個 公職人員 什麼趙怡翔 什麼一些是議員啊 他們講說 有人發通告來 聲音是什麼 中國口音 我懷疑 我認為他應該就是中國人 不是耶 你聽電話你就可以說他中國人 你比王羲之還厲害 有一個王羲之 像有一個造耳包啦 對不對 用耳朵 聽音變國籍 哎呀 你這個聲音應該是中國籍 那我真的很想知道 石板名副會不會打電話給你 那你會說他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所以我是覺得這些沒有毫無根據的事情 就讓他過去 否則如果有一天 王偉忠先生要訪問趙怡翔的時候 你會說他是中國人嗎 也許王偉忠先生說 對我是中國人 他就堂堂堂堂堂堂的中國人 有什麼好怕的 可是那個我們講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這件事情 是不是用口音就可以聽得出來 所以真的不要再 我是覺得這段討論都是在秀下線 是很誇張的 那包括什麼像賓哥拿了一隻手機 然後你要不要變成是什麼 在幫對岸監控 我天哪 這種邏輯真的是很誇張 那當然這時候我們要幫賓哥 回集一下領域會 你知道最近有這個 因為就是四方電訊的事情 對 那領域會過去是四方電訊的顧問 他是用四方電訊的顧問去參加很多 公共工程的評選 他的職稱就叫四方電訊顧問 那最近就有立委去問 四方電訊有沒有任何的顧問 就是說有沒有聘估任何的顧問這樣子 然後四方電訊回應說 他該公司沒有顧問之確 該公司沒有任何沒有聘估任何顧問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要 這個是一個案外案 可能要好好查了 就是到底領域會當時掛的那個顧問 是真的還假的 怎麼變當顧問 因為四方電訊是上市公司 你是一個上市公司的顧問 人家就會覺得找你來評選 好像很有正當性 可是今天這個四方電訊 自己回給立委 那是中華電訊去回給立委的 文裡面說 四方電訊沒有聘估 顧問這樣的一個指稱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還可以再繼續去追查 那另外呢 我們也要看到 其實這是我要問韓彬哥的 沈不陽最近一直在開直播嘛 那他也被這個網路上 已經洗成什麼政治耶穌等等的 有很多的這種綠營的死忠支持者 說看完沈不陽的直播會大哭一場 結果沈不陽居然在下面直接回應 他說你看來會哭是因為 那是因為你有崇高的靈魂 換句話說他已經完全落實了 賴清德賴世精髓 就是洗滴每一個人的人生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到的烏西奧也在下面大讚 就是說呢你是台灣的瑰寶啊 那很多人就講彷彿已經變成世界偉人天上神明了 但是呢其實我比較想問的是 不管網路上現在在洗高度懷疑說 由於沈不陽太受年輕人喜愛 論述有理又具說服力 所以那邊已經下了指導期 給藍白陣營跟部分的政論節目製作單位 主持人還有名嘴 接下來要全力撲殺撲馬為最高原則 當然他也說我沒有證據 可是我高度懷疑 所以他們也認為沈不陽真太受年輕人喜愛了 我先講喔 我們這節目呢 沒有任何一個沈不陽受到傷害喔 那我們也沒有接到任何的指令要去撲殺他 老實講啊今天要講這題目也是蠻猶豫的喔 因為最近剛好是一個新聞的相對比較枯竭的時候 所以才能夠讓沈不陽的這一類鬼故事 可以上得了今天的版面 但我們還是談了嘛 我想問韓兵哥的是 呃我好奇啊 沈不陽繼續開這些直播 繼續講這一些荒腔走板的言論 他會走向的是交談話 還是賴清德是喜歡他這樣子的 喜歡他繼續講大獎特獎繼續遇到仇恨 我覺得賴清德顯然是很欣賞 不然他當初不會找他來當部分區立委 而且我問過 我最近因為我覺得 Puma這個人實在是太神奇了 其實不要說年輕人喜歡的話 我都好喜歡他 很飽 對啊因為我覺得他每天的言論 真的是讓我一天充滿了娛樂人 所以我覺得我也蠻喜歡他 只是我覺得 就好像當年陳歐破要去告OPPO一樣 說你怎麼可以用我名稱 我覺得Puma公司要不要去告一下沈柏陽 你為什麼要用我公司的名字 這個東西 萬一人家是現在是要不能撲殺嘛 所以我們要不要購買就不會撲殺 所以大家以後就聚買Puma 這樣會造成很可怕的風潮 那賴清德顯然非常非常欣賞他 你看賴清德做這一招 現在好像就是沈柏陽個人的言論 跟他都沒關係 可是實際上賴清德很久以前 就知道沈柏陽是這樣的人 因為民進黨很多人跟我講說 沈柏陽口才很好 沈柏陽很會講話 沈柏陽講都很吸引人 那就表示民進黨很多人 真的是信他那一套也很喜歡 賴清德也信啊 不然你怎麼會找他做不分區第二名 實際上他等於第一名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在我看來 沈柏陽最近的這些作為 賴清德是很高興 就好像童子賢 最近不是一直在講核能的這些問題啊 然後總統府突然之間做出切割說 沒有這是他個人言論跟我們沒關係 你不知道童子賢之前就是這個言論嗎 那你為什麼還要找他來當你的副召集人 很顯然你並沒有反對他這些言論 所以賴清德都在搞這些鬼 那但是呢 我覺得沈柏陽有時候回答的真的蠻好笑 他說因為你為什麼會大哭一場 是因為你有崇高的靈魂 請問一下你知道他大哭的理由是什麼嗎 他到底是因為看了一個張東西大哭一場 還是怎麼樣大哭一場 你知道嗎 你又不曉得你怎麼知道他是有崇高的靈魂呢 你知道這個網友後來被人家取底 你知道因為他說他看他非常焦慮 他看了那個撲馬的直播也哭 看了那個陳柏惟的直播也哭 然後看了誰的苗柏惟的直播也哭 結果後來人家就去 因為他說他在看那個陳柏惟的直播嘛 結果有人就去查陳柏惟 當時到底是直播什麼 講了什麼 沒有陳柏惟當時打了三個小時的電動 那他也哭 對啊那你在哭什麼 那陳柏惟打到現在爛還是怎麼樣 陳柏惟在直播他玩電動遊戲 你有什麼好哭的啊 你在哭什麼啦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這些人喔 那已經是另外一個世界你知道 一個異度世界 這些人的所有的思考邏輯 都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然後這些人就自己 大家彼此之間覺得 哇我們生活了好可怕啊 好精彩啊好怎麼樣 然後我們外面完全看不懂 你們到底在講什麼 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完全不知道 所以沈柏惟這些言行喔 對固化他們的同文層是會有幫助 我相信是會有 就是他們的同文層會越來越厚 但同文層越厚你知道會代表 什麼狀況 也就是第一個你們內部人會走不出去 你們沒有辦法接觸一般民眾的觀念 你也沒有辦法接受一般民眾的觀點 然後一般民眾也沒有辦法接受你們的觀點 就已經到最後就變一堵牆 直接把你們隔絕在一般民眾之外 那這個對鞏固基本盤是有很大好處 那賴欣德顯然他的戰術就是什麼 就是他打算只靠基本盤就過這四年 他決定就是這樣 他已經在宣告告訴你 我不打算當全民總統 我就只當我民進黨支持者的總統就好 賴欣德其實就這個意思 在我看來就是這樣 然後他對付在野黨的戰術就是不斷的裂解藍白 那你藍白 只要你藍白沒有合在一起 我就靠這40%我就已經定了 我到什麼地方都吃定你 所以 當大家看清楚這個局勢的時候 就要好好想清楚 當賴欣德準備這樣幹的時候 你準備怎麼辦 我們今天看到沈柏陽 這樣子我們會覺得很好笑 可是這背後代表的是 一個完全不想理一般民眾 完全不想當全民總統 只想當自己人總統的 你看溫朗東那天可以當場直接去 嗆姚慧珍說 你為什麼要批評自己 為什麼要檢討自己 對 然後你看一個 電視評論員可以在節目上面 完全直接的就這樣表達 就是自己人就是不用批評的 自己人就是不可以去碰他 他做的視頻再爛再蠢 你都要挺他 他們現在要推銷的就是這種觀念 要洗滴你人心的就是這種情緒 那你要接受這種東西嗎 台灣以後要變成這種國家嗎 我是不想 你想你自己去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甜點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口